只關注NBA的一些球迷們 他們也會相對的關注我們台灣的一些直籃 那再變成說我們很多人可能或許 真的對我們T1可能印象可能沒有來得這麼好 或者是印象沒有來得深刻 但是也透過他來的關係 所以變成大家會耳熟成想現在都在講T1 T1直籃台拼英雄的當家球星蔣玉安 口中的他當然就是加盟桃園雲爆 最近徹底引爆台灣籃壇的超大咖球星 小岸出席知名運動品牌的球鞋特展會 現場歷代Stamon Curry的簽名球鞋 讓人目不暇忌 但大家最關心的還是蔣玉安對於魔獸 真的來到台灣打球 還會成為自己的對手 有什麼看法 跟以往的NBA球星我覺得不一樣是 他就是去年還在胡人隊 就算是現在還是算現役球員 所以對我們來說就是特別的會想要對決他吧 想要對決曾三度拿下NBA年度最佳防守球員的豪倫 當然不是輕鬆的任務 蔣玉安可是得發揮畢生所學 全力不 你進攻手段當然你要多一點 那也或許要更多一些拋頭一些技巧 反正就是能盡量去把自己所所學習到的東西 把自己的特色都去發揮出來 不只進攻因為防守搞不好missmatch會守到 哎呀 身為控球後衛的小安要在場上防守Howard的機率鐵定很小啦 倒是台平英雄的內線楊將還有周伯勳 范世仁等本土常人 可就得繃緊神經啦 我們那天剛好在做重量 博勳就說我今天要多做一點 我都說 因為我之後要對抗Howard 我就說 你要對抗Howard 還輪不到你吧 我們自己楊將當初我們聽到消息的時候 我們有跟他講 然後他一直覺得不信我們在騙他 但他應該看了街機畫面 我覺得他應該自己知道是真的來的 不是說跟他開玩笑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Howard不只成為台灣籃壇史上最大咖洋將 也在台灣刮起前所未見的魔獸旋風 熱度甚至延燒到籃球圈外引起超巨量話題 這一點恐怕連Howard本人都始料未及 我來體育台采放報導